特别喜欢吃黄桃罐头,趁现在黄桃大量上市的季节,自己动手做一些,看看五斤黄桃可以做几瓶罐头,做罐头要选硬一点的黄桃,洗干净表皮,沿着中间缝给它割开,为了掰出完整的果肉,我还是动了一点小脑筋的,一开始的方法是扭一扭,然后就这样直接掰,手指头都快扯断了,结果果肉还不完整,后面我换了一个方法,先切对半,然后扭一扭,再把四个手指头伸进去, 手指头伸进去以后沿着它的缝隙转一圈,边转边往里面抠,这样很轻松可以取出完整的果肉,再把另外一半桃盒取下来就好了,准备一盆淡盐水,现在给黄桃去皮,顺序不要搞反了,如果一开始就去皮的话,桃子会很滑,到时候就不太好操作了,去完皮了以后先放盐水里泡着,等全部去皮完成以后拿出来切块,切完块继续泡,大概泡20到30分钟,趁这个时候熬个糖水, 400克冰糖,1200毫升水,煮开冰糖融化就行了,以前洗干净的罐子,最好用新罐子哦,这样密封性比较好,把黄桃装进去以后,然后倒入糖水,糖水不能灌太满,盖盖子的时候也不能盖太紧,轻轻的往上面一扭就行了,我是两个蒸过一起蒸的,一共做了6罐500毫升的,还有一罐大的,那个大的大概有1500毫升,水开上锅蒸15到20分钟 蒸好以后用湿抹布拧紧瓶盖,然后倒扣放凉,这样可以达到蒸空的效果,放到冰箱冷藏两天就能吃,但是想要口感更好的话,最好放的时间长一点,像我这样做放个半年都不会坏的哦 感谢观看